大家好,我是东哥 今天早上到犬房就发现这只萨摩拉稀呕吐 而且特别的严重 拉出来的大便都是这种深褐色的,像水一样的 我看到以后心里咯噔一下,真的是头皮发麻 转身就走了 不是我不愿意管它啊 像这种情况很大的可能会是细小 我这个狗房里面还有那么多狗,几十条狗 万一它是细小的话,那我真的是不能碰它的现在 它是昨天我才从犬舍接过来的 接回来的时候还正常,也没有做检测 幸亏我当时把它放在了一个单独的房间里面 因为我家里面接过来的新狗必须要隔离的 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隔离一周以后才能进这个大的犬房 而且这个时候我真的不敢碰它 如果说它真的是细小的话 我摸了它以后身上携带的这个病毒 病菌就会带入这个大犬房 大犬房里面有很多狗,几十条狗 那些狗有的打完疫苗,有的没打疫苗 万一我把病毒带进去的话 这一个狗房的狗大部分都得被感染 所以说我要先把这个大狗房里面的狗全部都处理完 喂完以后搞好了,我才能去弄那个病狗 今天要发走的是这只科鸡啊 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次有一个客户让我帮他找带尾巴的科鸡 因为科鸡断尾的话一般都是在出生七天以内给他做断尾 所以说如果想找带尾巴的科鸡 必须要是没出生或者是刚刚出生三四天七天以内的这个小狗 跟人家预定才能够给这只狗留尾巴 不然的话尾巴肯定是要被断掉的 我也是帮他找了一窝 但是那个狗确实是太小了 只有几天看不出品相 花色都也,除了花色以外 颜色啊各方面也都不怎么能看得出来 所以后来他放弃了 他还是选择一个稍微大一点的 已经断过尾巴的科鸡 就给他挑了这一只啊 客户也是非常满意的 一只三色的双血童的科鸡 性格啊各方面啊品相都很好 因为我也是帮他养了一段时间 又打了一针疫苗 这一个犬房里面所有的狗 现在就属他的性格最好 有时候我做直播的时候 很多朋友在看我直播 也是都说这只科鸡的性格特别好 很少叫,基本上不怎么叫 而且也不怎么闹腾 大家应该都知道 科鸡的运动量还是挺大的 是性格各方面还是比较活泼的 但是这只狗的性格非常的稳定 他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把头 把嘴伸出笼子 从那个笼子铁丝的中间伸出来 把头震在那个铁丝上面睡掉 要么就是把头放在那里就这样看着你 基本上是不怎么叫的 我很少见到有这样性格稳定的科技 有些时候客户让我帮他去找狗 也会提出关于性格方面的要求 比如说要温顺一点的 或者是活泼一点的 但是对于狗的性格一般我都是不会做出保证的 如果说你让我保证这只狗的品相 血统或者是他的健康程度 这些我都敢给你保证 但是性格方面的话 确实是很难把握的 其实一只狗的性格怎么样 父母的遗传基因和他本身的这个性格 只能是占很小一部分 大概我认为只有30%左右 另外很大一部分是你后期的胃养 一只小狗的性格 跟主人的喂养方式生活习惯 包括他去调教狗的方法 有很大很重要的关系 我只能说是在挑狗在选狗的时候 在这同一窝当中去观察他的性格 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尽量去往你所需要的 所要求的那个方面去靠近 但是如果说你让我去保证他的性格 是什么样的 是温顺的还是活泼的 这个我是确实没办法给你保证的 另外今天本来要把这只金毛发走的 但是出了一个大乌龙 就是当时客户预定的时候 我告诉他这只狗是一只母的 我一直认为他是只母狗 养了两个多月了 把疫苗都打完了 我始终认为他是母狗 跟客户介绍的时候也说他是母狗 但是我刚才要把他发走的时候 我就是看了一眼 发现他是只公的 真的是出了个大乌龙 然后我就直接跟客户那边联系了 我问他能不能接受 如果说他不能接受的话就给他退掉 然后客户说他就只想要只母的 不想要供的 那就没办法把钱退给人家了 这个确实是我的责任 大家看一看有没有喜欢那只金毛的特价 特价处理了 也没办法了 把那只科鸡发走以后 然后大犬房里面那些狗全部都喂完了 我再过来处理这只萨摩 首先要给他做一个检测 确定一下有没有犬纹细小 这一类的病毒性的传染性疾病 其实给狗做检测是很简单的 只需要两个检测板 细小是通过检测狗新鲜的粪便 一般都是直接拿棉线插进狗狗的屁股里面 提取这个新鲜的粪便 然后放在这个稀释液里面 五菌稀释液里面给他稀释一下 滴到检测板上面就可以了 犬温的话主要是提取狗的分泌物 比如说眼睛的分泌物 鼻子的分泌物 包括口腔的口水 跟细小一样 也是提取以后放到稀释液里面 稀释一下 滴到检测板上面 几分钟以内就可以出结果 而且这个检测板是特别的便宜 像某宝上面网上面都有卖的 便宜点的十几块钱一个 贵一点的话有二三十块钱 三四十块钱一个的 如果说去宠物医院的话 这个收费还是挺高的 自己做的话就是很便宜了 而且这个没有什么技术性 只要按照他的说明书来操作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难度 而且特别快 五分钟以内就可以出结果 你去买那个稍微贵一点的 好一点的板子 检测准确率也是挺高的 能达到90%以上 如果说不确定的话 那就再多检测一次 这只萨摩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 阴性一道杠 我这个心里面这个石头终于落下来了 其实像我们这种卖狗的 做犬舍的 有时候真的不是说担心这一只狗的问题 因为狗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犬温细小这种病毒 它的传染性是很强的 如果说有一只狗发病 可能这整窝的狗 一个犬舍的狗 全部都得玩完 全部都会完蛋 现在它的检测结果是阴性 我也算是暂时放心了 不过这只狗即使没有犬温细小 它拉锡那么严重 也要马上给它及时的处理 一定不能拖 拖时间长的话 很有可能发展成细小 不过这只狗即使没有做检测 我心里面还是有底的 基本上不会得细小 因为我看它的精神状态还是不错的 而且吃食进食的状态还是很好的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大便 虽然是很稀成这种深褐色的 但是它没有腥臭味 像细小的话就是狗 不吃不喝 呕吐拉锡 大便带有腥臭味 而且精神状态很不好 这只狗精神状态还不错 愿意吃愿意喝 不过我家里的狗实在是太多了 我不可能凭经验去给它判断 我一定要检测 检测出来没有问题 这样我才能放心 现在就是先给它打针注射 很多人都说我们 这种狗贩子 狗生的病都不会给治 不会给看的 因为给狗治病花的代价太高了 其实不然 你去宠物医院去给狗治这一个病 可能宠物医院就收你大几百 或者是上千的收费都很高了 但是它的成本其实很低的 像我们这样的都是自己在家给它治 和在宠物医院用的药都是一样的 成本真的是不高 现在我给它打的这个是止蟹的 先给它打一针止蟹针 上次我有一只哈士奇 从犬舍里面接过来以后 检测就发现它有细小 然后那只狗第二天就死掉了 很多人就在视频下面评论 说我这个不愿意给狗治 怎么怎么样 反正说的话是很难听的 就是说狗贩子以利益为重 主要是看钱 给狗治病花的钱太多了 不愿意给它治 怎么怎么样 其实那个视频 我也没有再去做后面的解释 对我们来说的话 狗呢不单单是一个精神的寄托 更多的是可能为我们带来利益 获得利益 我们肯定是不愿意让这只狗死的 能治的话肯定会去给它治的 我把话说的直白一点 难听一点 可能就是说这只狗在你们眼里是只狗 但是在我的眼里 它是它就是说能为我创造利益 它可以卖钱 那么谁不喜欢钱呢 谁会说有钱就扔掉呢 对不对 我肯定会去给它治的 而且在我手里面给它治 代价真的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高 现在给它要打的第二针是消炎的 其实给狗治拉肚子 无非就是消炎止血抗病毒 只是说你要知道如何选择药品 然后呢 药品的剂量一定要把握好 少了那不起效果 多了呢 有可能直接就把这个狗给治死了 最后再给它打一针止吐的 嗯 我发现它不光是拉锡 看到笼子里面的下面那个黄色了吗 那个都是那个不是大便啊 那个都是它昨天晚上吃的狗粮吐出来的 这只狗到现在为止精神状态还是很好的啊 只要它精神状态好 一般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再说一下细小啊 很多人在我的视频下面评论说细小可以治好 治愈率能达到90% 我看了之后我就呵呵 我只能呵呵一下 不想说什么啊 嗯 这些人呢 真的还是太年轻 可能你经历的太少了 如果说现在谁能够研发 或者是制造出一种药 能够把这个细小啊 的治愈率达到100%的话 那么我可以这样说 它什么都不用干了 它就光给狗治这个细小 它就能发财发大财 有人说哎 我家的狗就是得了细小就治好了 那是你运气好 它毕竟它有一个治愈率 它有一个死亡率的 只是说它的死亡率特别的高 你经历过一次两次治好了 那并不代表这个狗的细小就一定能治好 你不知道有多少狗得细小是没有治好的 其实我认为狗得了细小以后 能不能治好还要去看狗的体质 一般中大型犬 就是说像博美啊 拉巴拉多啊 金毛啊 阿拉斯加这一类的中大型犬 这个小狗呢 幼犬呢 非常的胖 身上有肉 这样子 它得了细小 它的治愈率还是挺高的 因为细小嘛 它主要就是拉锡 就是腹泻 就是病毒性肠炎 它一开始是 拉的那种 锡的大便 像水一样的 它一开始就是大量脱水 到后来 它的肠子里面啊 就开始出血 包括胃里面出血 拉出来的都是血 跟这个吐出来的血 再加上它又不吃不喝 像一般的小狗啊 幼犬啊 不是很胖的 这个身体素质不是很好的 它根本是扛不住的 你给它用再多的药也没用 你给它用什么好的药带也没用 它根本就扛不住 所以我一直都说 如果说我们去挑狗 去买狗的话 一定要摸一摸那个狗肚子 胖不胖 能不能摸到那个肋骨 如果说摸到 能摸到肋骨的话 说明那个狗 它还是 还是有点偏瘦了 很多人在买狗的时候 它去挑狗 就是说看这个狗的外观 好不好看 去看品相 另外一个呢 就选择这个狗的性格怎么样 其实我认为啊 这些都是次要的 你要把狗的健康 放在第一位 一定要确定 它健不健康 如果这只狗 它的品相再好 它的性格再好 如果说它不健康的话 那什么都没用 把这只狗的排泄物给清理一下 然后做了一个全面的消毒 早上就一直没有喂它 像狗拉西的话 停食是非常必要的啊 就是饿它一下 减轻它的肠胃负担 如果说狗你不喂它了 它就不拉了的话 那基本上都没什么大的问题 这只萨摩就是一直到下午 我发现它都没有再拉西 就给它准备了一点狗粮 泡好的泡软的狗粮 然后里面加了药 口服的 也都是一些脂屑的消炎的 然后抗命毒的这些药 然后里面加了两毫升的葡萄糖 给它补充体力 又加了一点这个 营养膏 营养膏其实里面 大部分都是糖分啊 就是糖分 没有什么 说实话没有什么营养啊 也就是说能给狗补充补充体力 它虽然叫营养膏 其实它都不如叫就是糖蜥 搅拌均匀以后直接给它吃啊 进食状态还是很好的 愿意吃 只要它愿意吃 愿意喝 没有再接着辣 基本上有好软的情况 基本上都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然后今天晚上 然后明天一天再给它打针 接着吃药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 这个就是我为什么建议我的客户 我去帮它找狗 狗呢在我这边养一段时间 再给它发走的 像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一般你没有经验的 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只能就送到医院里面去 有人看我的视频觉得 我这个人说话很啰嗦啊 可能我的语言表达能力 组织能力 并不是多强 但是我就是想尽可能的 去给大家 把一件事情解释清楚 如果说表达的不是很清楚 而且比较啰嗦的话 请大家别介意啊 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疫苗 疫苗 疫苗真的很重要 一定要给狗打疫苗啊 尤其是幼犬 一定要给它打疫苗 千万这个钱是不能省了的 之前有一个粉丝跟我说 狗不能打疫苗 打疫苗就会死 说它养过几只狗 不打疫苗的时候都是好好的 只要一打疫苗就死了 我说那是你自己的原因 跟狗没有关系 跟疫苗没有关系 我第一次听说狗不能打疫苗 打疫苗会死 人家都说狗不打疫苗可能会死 我从来没听说过打了疫苗会死 这两只金鞭 大家还记得吗 我本地的一个老乡给买走的 现在到时间打第三只疫苗了 包括狂犬 今天带过来 让我帮忙给它打上 这两只狗 当时那一窝狗收回来的 在我这边打了两针疫苗 它抱走的 其中有两只 打完一针疫苗就走了 然后这两只打完两针走的 还有两只是打完三针走的 最后现在我家里面还有一只 还有一只是海盗脸的 一半黑一半白的那只蝙蜜 那只狗明天也要去新家了 去张家港 那个客户之前买过一只狗 得了细小死掉了 所以说一定要把疫苗全部打完了以后 狗有抗体了才能够给它发送 不然的话它那个家里面不知道还有没有病毒 狗在没有抗体的情况下发过去的话 我也不敢能给它保证这个狗它一定能养得活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帮忙给我点点赞 关于狗的问题如果说大家有想问的可以在视频下面 评论或者是私信我 还有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我在做直播啊 每天晚上八点半如果说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 我都会准时直播的 欢迎大家到我的直播间里面来聊天啊 谢谢大家